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我知道了 你是生气了 我生什么气啊 不就是那天我突然间走了 没告诉你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那天我有个朋友他生病了 我送他去医院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那天不是走得急没来得及说吗 从现在开始啊 以后你每犯一个错误 考察期就推迟一年 这 珊珊 我说你这样也忒狠了吧 犯一次错误一年 十次错误十年 是不是耽误我大好的青春呢 那你要觉得我耽误你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走啊 我 走 走我去哪啊 不就是不犯错误吗 那我不犯不就行了吗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 我不犯错误的情况下 你也不能犯 如果你犯错误 我们的 考察就结束 我能犯什么错误呀 那说不好 那老男人 你天天在他身边 搞不好 你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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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我已经把向先生他们叫的家教给辞了 你说真的啊 假的 真的假的呀 傻瓜 当然是真的了 我骗你干嘛 那我得好好庆祝庆祝 庆祝什么呀 你不知道 他可是我的竞争对手 我现在少了个劲敌 你说我能不庆祝吗 你看 莫塞你还有备而来啊 我本来是想庆祝成为你的男朋友 不过现在啊 我要庆祝少了个竞争对手 谢谢 先生请 好谢谢 来 喝杯茶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女儿呢 过几天在学校有个演出 她是领舞 我听说你的舞跳得很好 我想你给她辅导辅导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 那个向总 您太客气了 这是您看得起我呀 那太感谢了 我叫她下来 田田田田 来 来 下来 奶奶 小心一点啊 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介绍 这位是沈阿姨 向沈阿姨问好 沈阿姨好 田田你好 田田 你过两天呢 就有个演出 爸爸想让这位沈阿姨呢 给你做个辅导好不好 好 我们学校有老师教我跳舞 我不用 但是这位阿姨跳的舞啊 特别好 比你们老师都要好啊 我不信 你不信啊 那我们让这位阿姨 跳一段给我们看好不好 你不介意吧 没关系 要放什么音乐 你放什么我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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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别着急 出什么事了 风神和咱们那合作项目撤了 许总 你怎么不敲门啊 对不起 我们公司跟郑海潮的公司 合约是不是取消了 是啊 谁告诉你的 郑海潮吗 全公司都知道了 为什么呀 怎么了 你有意见 我想知道是谁的意见 我的意见 许总 我能说两句吗 说吧 郑海潮公司跟我们公司 已经合作很多年了 他们每个项目都完成得非常好 总公司也非常满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要这么做 我可以理解为 你在帮郑海潮说情吗 可以这么说 但我更是为了我们公司的利益 我们两家公司合作 不是谁求谁 这是一个双赢的事 我希望您能够重新考虑 邓小可 你要搞清楚你在公司的身份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论这些问题 许总 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您提的那个模特吗 他真的不适合我们公司的形象 我们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考虑 邓小可 这间公司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吧 这个项目我现在在负责 我有权怎么说 你的权利是我给的 在我面前 你什么权利都没有 你给我出去 出去 今天麻烦你了 这是给你的 你的小意思 向总 您帮了我这么多忙 这点小事太客气了 应该的嘛 来 拿着 拿着 这个 那就谢谢了 不谢 对了 魏珊珊 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说什么呀 她已经不再做甜甜的家教了 是吗 我没有听她说过 我还请她 帮我办件事 不过她拒绝了 什么事啊 以后再说吧 她拒绝了 也许你能帮上忙 珊珊拒绝的事我能帮上忙 这到底是什么事啊 如果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我会专门跟你说的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再见 谢谢 不客气 再见 嗯 再见 超哥 我们能不能把已经签约的模特儿换成Fiona 大不了赔她点委约金 这样我们就能保住风神的大单子了 超哥 徐岩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只要我们用了Fiona给了徐岩面子 我相信她应该能收回这解约通知 通知所有部门高管 我要马上开会 现在 马上叫他们所有人都回公司来 不 超哥 你看看几点了 太晚了吧 什么晚不晚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徐岩临时扯单 把我们所有的工作计划都给打乱了 公司如果没有业务 随时都会关门 咱们手头现在 不是有几个项目正在谈吗 让所有人都回来 商量商量这些怎么办 就是不赚钱的话 这活儿也得干 不是 超哥 谈一个新项目有那么容易吗 与其满世界的去求业业告奶奶 不如向徐岩底头 您要是帮我不开面 我替您去求 您甭受那邓小可影响 什么坚持原则不坚持原则的 是吃饭要紧还是坚持原则要紧 是 咱们现在是坚持原则了 那邓小可帮得了咱们吗 你现在哪儿那么多废话啊 我叫你去通知你就去通知就晚了吧 让所有人一小时那天到 走 邓主管 您来了 嗯 你们郑总怎么样 他还强撑着呢 这不 一天又没吃饭了 我准备给他买点宵夜去 郑总要把全公司的管理层 都叫回来开会 说什么让满世界去找新业务 你说这新业务有那么好找吗 有可能我话说的有点多 要不您进去看看超哥 哦 不了 我不打扰他了 喂 你好 约了杨总 嗯 嗯 这是我的名片 你好 您有预约吗 哦 约的就是这个时间 好 那您稍等 谢谢 哎 梁秘书 你好 是邓小可小姐吧 哦 是我 哦 杨总在等你 请跟我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请进 许总 你来了 我在等你 你有什么想向我解释的吗 我约过您去找了杨总 我违归了 违归以后呢 你想过有什么后果吗 想过 好 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是你再交一份辞职报告呢 还是我下达除病通知呢 您怎么做心里舒服就怎么做吧 我多接受 你绕过了我 直接找大老板 废了我的决定 把我已经撤单的项目 还给了郑海潮 你这等于是当着全公司那边 彻底跟我撕破了脸 邓小可 我曾经真心实意地想跟你 好好合作 看样子 我是自作多情了 我也太小看你了 你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尊重过我 从某个小度来说的话 我应该向您道歉 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不管从公司的利益 还是郑海潮的公司的利益 我都觉得我没错 我说完了 小可 你没事吧 没事 有时间咱们再去 好 我帮你搬吧 来 扰不住 来 过一下 好 哎 哎 越界了啊 越就越了吧 我希望你能记住我这首歌 我希望你能记住我这首歌 给 这不就是 对 这就是那个颈服按摩器 上次给你用你不是说挺好的吗 我就在京东上城给你买了 本来说还我自己买呢 已经没时间 我把钱给你吧 说什么呢 我工作都是你介绍的 钱什么钱呀 你别这么说呀 那多不好意思呀 我还不好意思呢 那行 那我就先收下了啊 谢谢 你在看什么呢 复习功课呀 就马上就要考试了嘛 你不是在向飞家做家教吗 怎么又复习功课了 要考试了嘛 这个我怕在他们家当家教的话 会影响我复习 所以我就把他们家的家教给辞了 不单是这一个原因吧 什么意思呀 我听向飞说 她托你办件事 然后你拒绝了 就把家教也辞了 她这么说的吗 嗯 那她还跟你说什么的 没有 什么事呀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她那个药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她说想托姨父帮忙 嗯 你说这事如果是正正常常的吧 也没事 她主要是给了我一封信 说把这个信交给姨父 后来回家以后 我给小姨小姨打开一看 你知道吗 那信里面有张银行卡 哎呦 反正 你问这什么意思啊 她不会跟你说这事 是想让你帮她吧 没有 真的没有吗 没有 我跟你说啊 如果她要是托你帮忙的话 你一定要一口回去啊 你知道小姨跟姨父的为人 别回来事办不成 最后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你要不要现在悠悠 现在啊 行吗 去洗把脸 我再给你弄一下 又你来啊 好吧 那你等着我啊 哎 我借你洗眉弹用一下我的用吧 我借你洗眉弹用一下我的用 这瓶吧 嗯 好嘞 说句话啊 你别不爱听 前段时间啊 我一直做梦 梦见好几次呢 你同这风神辞职了 跟今天一样 没这么壮观 但也算是 失魂落魄欲哭无泪吧 满肚的惆怅呢 无处诉说 在这个时候啊 我出现了 给你呢指了一条明路 让你欠头明了 于是你就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说这梦怎么是反的呢 你给我指的明路 哎 说实话 当时你想了没有 万一老板不吃那套怎么办啊 你事没办成 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那我还不伺候了呢 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 我必须得让他给你主持公道 嗯 那你怎么不说 让老板把你这公道 也一起给主持了啊 我多仗义啊 这次也好 让我看清一人 俩人 这有谁啊 你啊 咱俩这也算是 患难与共了吧 不管怎么说 我得好好谢谢你 那你想想啊 怎么报答我 我带你去一地儿 咱俩好好庆祝庆祝 行啊 走着 走 你带我来这干嘛呀 一说要庆祝一下 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呢 就是这儿 毕竟这儿呢 都是你的心血 还好意思说 这是你家吗 真是我家呀 现在是我家了 那小李呢 我给他租了一个壁 条件好的 现在我把这儿租下来了 你怎么能不要脸 就因为你这样 我把人家房子给装修了 人家还有我精神病呢 你看 眼睛里又活是好事 没人说 让你拿自个儿 有点自责呀 你这是夸我呢 当然了 发自内心地夸你 你说啊 以后咱俩这要是修得正果了 咱俩这是不是就俩字浪漫 挺浪的 你说咱们俩之前那段 算爱情吗 得算 至少从我这儿算 那我跟你之前那些任性乱耍脾气 你也这么想 从广义上说 这属于咱俩爱情的火花 我还以为您做生意的不懂爱情 只懂得挣钱呢 是 做生意跟做生意的还分级别呢 是不是 像我这种既能赚钱又懂爱情的 已经不多了 还真是不太多 我跟你分一分呀 这赚钱跟爱情有好多共同点 第一啊 这赚钱跟爱情啊 都是一辈子的事 非来的横财 从某主意义上来说 跟莫名的艳语一样的危险 你同意吗 第二 这赚钱跟爱情吧 都需要经历祈福 没有人一辈子 他只赚钱不赔钱的 也没有人一辈子只幸福 他不吵架的 对不对 这也有道理 第三 这赚钱跟爱情吧 都需要勇气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你不去爱 爱也不来找你呀 第四 赚钱跟爱情呢 都需要用心去经营 你要跟着不理 财就变得不值钱了 情就会变淡了 所以世界上 没有一劳永逸的买卖 你这听着怎么那么像自我推销啊 我们一般都管这个叫表白 这叫论文 反正你明白这里的意思就行了呗 这文化上的空白吧 以后我慢慢给你补 但你先把这个里边的意思 也跟我说明白了呗 意思吧 就是说要跟你庆祝庆祝 来 咱干个杯呗 为了我们俩的爱情 干杯 是干了吗 那得看你酒量怎么样 这酒还得想一会儿有点酸 你确定这是酒吗 是西班牙的红酒啊 喝着跟醋一样 有饺子吗 月娟 我上班去了啊 对了老公 你今天上班回来给我开点药子啊 都吃完了啊 我跟你说那是安眠觉 有你这么吃的吗 睡觉不好 主要要靠自己调节啊 谁不想调节啊 我能调节我不调节 我愿意睡不好觉 我跟你讲啊 小可这婚姻大事一天不解决啊 我就一天睡不好觉 就是没事找事我看你 你说什么呢 谁没事找事啊 我什么时候没事找事了 你说哪件事管的不错 哪件事不正确啊 咱家你不管 我再不管 孩子怎么办呢 那不没方向了吗 多大了 醒醒 还有 以后别再当孩子 说我什么更年期 谁更年期了 我没有 我什么时候我更年期了 你没更年期 你没更年期 好啊 我那手术呢 走了 你别忘了开药 忘不了 哎呀 哎呀 哎呀妈呀 气死了 干嘛去啊今天 怎么穿这么职业 哪职业啊 整个一失业青年 看出来了吗 失业 你被吵了 你是不是把那个什么许 许言给得罪了 咱能不提这事吗 翻篇了 我现在重新开始 翻篇 那你今天要去哪儿啊 到外边找找工作呗 你先忙 然后回头我有件事跟你说 不是什么事啊 没事你先出去忙吧 晚上我再找你 不是你先说 你 你要不说我这一下午 光惦记你这事了 说吧 向飞的事 他想找你爸 那件事对向飞是件大事 可是对叔叔来说 也许就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 想让我爸帮忙 向飞他们公司研制了一种药 想得到鉴定通过 叔叔不是件电小组的成员吗 然后他 这事 我爸工作上的事我不参与啊 我爸这人特别肘 到时候我一说老人家该不高兴了 我的工作不是他找的吗 我就想回报人家一下 这是两码事 你们最近走得有点近啊 没有啊 我就是到他家叫他女儿舞蹈 没有走多近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人吧 其实还挺好的 我听珊珊说 他还给我爸送银行卡呢 这有什么呀 好多声音人不都这样吗 别让我管不着啊 关键这人跟你有关系 反正 嗯 行 我先不用多说 我找不用多去了 我 加油啊 拜拜 慢点啊 好 喂 面试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那你吃饭了吗 没吃呢 那那一块吃呗 没心情 你跟哪儿呢 吃冰激凌呢 那你吃完冰激凌之后 准备干嘛呀 继续找工作呗 那咱晚上一块吃饭呗 我不想吃 那好吧 嗯 � Eğerthis 你要的三明治 哎 我忠有一饭局 你把它吃了吧 你不吃了 嗯 老拿卫星定位抓我有意思吗 你可不知道 这边这冰激凌店有多少家 我找了十几家我才找着你 那证明还不够多 这么快就让人找着了 你说你吃冰激凌就吃冰激凌吗 你吃这么多干嘛呀 根据这画了的痕迹 我判断一下至少得有五个吧 我这是心情不好吃不进去 最高纪录是十五个球 心情为人那么不好 你跟我说说 工作找怎么样了 一个合适都没有啊 有一个还行 算是专业对口吧 寄电 但是我想现在这会儿 要过去的话 堵车再倒车 怎么也得三个多小时 不是你去哪儿 需要三个小时 密运啊 要不 我送你去呗 你下午没事啊 我四点钟能赶回来就行 你开什么玩笑四点 你这会儿给我送过去还没到呢 你就得往回返 要不 要不这儿 下午呢 我的事我自己去 你开我出去得了 我可不怎么动车 你敢让我用你的车 我敢 那我车不一定敢 那算了吧 跟你开玩笑的 赶紧开车去吧 我当业务员那会儿 密云那条线 我经常跑 如果路不守的话 得给我打电话 那我要开沟里 我可赔不起啊 没想叫你赔 快点去吧 好了 谢谢 帮我把单码了 您不拿这个怎么去啊 来 我现在在望京西路呢 我怎么上高速啊 你就一直往北开 上五环右转 然后到京闭路 说是京闭路一直往北 行 那我找不上再打给你吧 嗯 好嘞 好嘞 啊 喂 喂 郑海诚 你给我指的什么路啊 这大路施工根本就走不了 那那那那 那这样呗 你你现在在园地别动 我马上过来 行了行了 我自己找吧 哥们 谢了啊 晚上我就把车给你还回来 曹哥 你小心点啊 我这车可是新保养的 行 没问题 改天的话 请你吃饭 好的好的 慢点啊 好 喂 出什么阵了 我车太渣了 怎么弄啊 那个 你认识千斤顶吗 在后备箱里 一个那种液压的工具 不是 你先告诉我怎么换啊 你啊 先拿搬手 把那个车上的轮胎 有那个螺丝把它送下来 但是别把它拧下来啊 送完螺丝之后 用千斤顶把车支起来 车离地了 再把轮胎上的那个螺丝拧下来 把胎摘下来把备胎换上去 听明白了吗 行了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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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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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做老板也有做老板的难处 有时候嘛 我有一肚子的苦水 都不知道向谁说 说了也没有人相信 垃圾桶 那今天晚上留在这里吃晚饭吧 我让阿姨多做几道菜 不 我亲自下厨 我亲手做几道菜 忙了一天了 我也该放肃放松了 那我帮你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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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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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包下来呗 那以后我来探你班 那我不能当着这么多人面跟你说瞧瞧话吧 要不这样 星期天咱们这地儿好好装修装修 布置布置 反正小李家里都能收拾那么干净 这地儿都还怕什么呀 实在不行咱上惊动畅畅 订点冰箱踩电什么的 明天行吗 你不会那么想不开吧 非要从这儿跳下去 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啊 从专业的角度看 没有比她再合适的工作了 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她老人家能提什么反对意见啊 我今天跑这一趟吧 真的觉得挺远的 先抛开那环境不说 我这儿跟我妈不就有两地分居了吗 这不正合你意吗 也不是说特别烦 天天看着你妈在你旁边唠唠叨叨的 正好啊 离她远点 没准还能够提升你们母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呢 至于两地分居这事儿嘛 我觉得这应该是未来我考虑的问题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吧 挺好的 以后啊 到了周末我就来接你 咱俩呢可以在这附近吃吃烤鱼 爬爬山 对了 我知这附近啊 有好多特别有特色的农家乐 又能解馋 又能锻炼身体 这多了两全其美的一件事 你今天怎么那么能说好听的呀 那我说什么呀 我跟你倒一肚子苦水 然后跟你说你别干了 然后告诉你这怎么怎么不好 那你不又得说我 这别有用心了吗 我这摩托车没发动啊 怎么这么大动静啊 我这一天就吃了五个冰淇淋球 我能不饿吗我 那我这一天连个冰淇淋球都没吃呢我 我还修了一天你的破车呢 那还我打了半天电话告诉你那破车怎么修呢 再得到我跟你扔合力 你知道这男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 就是能够把他亲爱的女人 宠承除了他自己之外 别人都接受不了的刁蛮公主 也就是说爱一个人 能够接上他身上所有的缺点 这叫贱 我就喜欢跟你一个人犯贱 好吧 那以后就叫你王小剑吧 行啊 黄小仙同学 王小剑同学 现在我要跟你宣布一事 那工作我不去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以后会后悔 这还没开始呢 就后悔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后悔了 这不是属于任性范畴之内的事吗 黄小仙就是这么任性的 我就喜欢你任性 你不会有啊 銀沙 你不是怎么应该 你怎么能不能送你